中间那个佛的那个光是它那个耳朵就一米九高 所以这个是把整个身体剔开了 剔开了之后标成了一个一个佛 被祖佛掉 然后这里有主要是有九尊大佛 中间一尊是祖佛 然后两边是他的弟子两尊 然后弟子边上是两尊菩萨像 然后再有两尊那个天王像 两尊历史像 这边已经破坏掉了 看这边这边保存的还蛮好 这边的那个天王跟历史像保存的还蛮 所以总共是九尊像 这个号称是龙门第一窟 叫古阳洞 哎 可是现在都围起来了不能进去 为什么说它是第一窟呢 说是它这个是龙门地区啊 龙门蛇库建造的第一个窟 它是利用当时这边一个史诗开召而成的 是北魏的时候开召的 北魏是南北朝的北朝的第一个朝代 那个朝代是仙卑人建立的 拓跋龟当时建立的朝代 后来那个为什么把迁都到洛阳了呢 因为当时的一个皇帝叫北魏的孝文帝 拓跋龙 他呢是很喜欢儒家文化的 那么他就是一心想迁都 迁到中原地带了 但是呢大臣啊这些人啊 他们的财财啊土地啊都在北方 那么就不愿意去 后来他就想了个办法 他说我要南征 南征呢就把所有的那些老头啊这些 陈子啊家军啊全部带上 好好当当 往南开发 然后他呢他很聪明 然后天晴的时候休息 下雨的时候改路 那你想这个下雨天这个改路多累啊 这个走啊走走走停停 一路走到哪里呢走到洛阳这个地方 这些老头啊受不了了 先想再走下去老命都要丢在路上了 所以跟那个孝文帝说千万不要再再走 然后他们就停下来 再建都建在洛阳了 建到洛阳之后呢 这个这边龙门石窟的那个窟啊 大部分都是北魏时期开凿的啊 因为南北朝的时候啊 本来就是新佛教很兴盛的一个时期 啊后来是水桃 有一首诗就说了好吗 就南朝四百八十四多少楼台烟雨中啊 就说明寺庙之多啊 这个就是龙门石窟的全景了 龙门石窟前面这条河叫伊水 是洛阳的四大 啊当时古代的四大河 伊河 洛河 长河 剑河 四条水 古代是古人是说那个河就是指黄河 然后除了黄河其他都叫水 啊比如说西安的那个叫那个渭水是吧 这边叫洛水 以前那个古人反正是河就是成黄河 啊然后当年那个拓跋寺啊 北魏迁渡到这里之后啊就是 在这里开找第一个洞窟开始 水草唐草 这这个石窟一共建了五百多年啊 啊这开过去还蛮蛮蛮那个的 蛮壮观的 然后中间这个就是凤仙寺 凤仙寺是最大的你看把整个山凹全部找出来 当时说这个石像是武则天出了两万块钱的纸粉签 然后站住这边开找了 所以唐朝的佛像就精美多了 比南北朝时期的要精美很多 还是蛮漂亮的 这个是白园 那个白园上面的那个琵琶峰 前面那个圆圆的就是白居的墓 白居晚年啊在洛阳待了18年啊 然后这也是风水宝地了 琵琶峰就在龙门石窟的对面 然后那个旁边就是香山寺 所以白居也是唐朝的大师人嘛 李白杜甫白居 他是太子少府 但是他一生也是蛮清贫的 从他的诗上面我们就读得出来的 官义曼上面他最后也有了几句啊 尘不是农商 利路三百代 岁月有余粮 念词狮子溃 近日不能忘 看到人家农夫这么穷 自己就感觉到 拿每年拿三百代粮食啊 这个工资啊 就感觉很惭愧 自己也没有做过农活 所以古代诗人被后人啊 平调的 不但因为他的那个诗写得好 最重要的还是品格高尚 包括苏式 苏式的品格也非常高尚 这个就是白园 白园其实就是一个公园 它是藏在这个白园的那个琵琶峰顶 唐绍夫白公墓 但是白园里面看到很多都是日本人 韩国人捐的碑 刚才看的那条碑囊里 几乎都是日本人捐的 那这个是韩国 韩国白石全国中心会里的 对吧 很多都是韩国跟日本里的 新加坡啊什么 好 好了 龙门景区算逛完了 嗯 这一块都是日本 看样子 中日文化 当时唐朝的时候 交流的还是比较那个 日本人也很喜欢 这个唐诗的 白乐天万古流芳啊 白居 他的那个 号就是要乐天啊 白居献碑之始 朝天之傲翠 英式 都是日本 都是日本 龙门石窟的夜景 不错不错 也挺漂亮的